什麼時候才能夠給2300萬人 都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但是我們很汗顏啦 颱風來就從東岸來 地震又是主要的地震帶 為什麼我們國家的國民 還要忍受這樣的一個怠惰的政府 我們的同理心將心比心在哪裡 2020年年初通過的決議 要到2026年年底 才能夠完成地質的研究 還要再來可行性 再加個五年八年 那個都已經不曉得改朝換代多少次了 前後竟然要花六年九個月的時間 部長啊 交給民間來做啦 我們再一次啊回顧啊 我想從20年前不斷的在立法院 不斷的呼籲 什麼時候才能夠給2300萬人 都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但是我們很汗顏啊 到即時今日 台灣早就是一個已開發的國家 我們並不是啊 孟加拉更不是伊索皮亞 一個已開發國家 台灣島就這麼小 但所有的基礎建設 都還沒有來完成 而且幾十年來在立法院不斷的呼籲 當然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尊重 但是 大陸新建完成就是給人走的 為什麼一個國家有兩種以上的國度 這個是我們一直很好奇 每天大家出門 都希望平安的回家 何忍啊 看東台灣的鄉親 讓家人們在這樣的道路上行走 而且又是在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板塊的擠壓之下 有這麼多的天災地變 颱風來就從東岸來 地震又是主要的地震帶 國家早就一套長遠因應的辦法 在這個地方早就應該來興建這些道路 我們再次的強調 在這一次的0403的大地震當中 蘇花改 所有的路廊 都是完好如初最安全的 而在 台八縣 中橫台八縣 能夠幸免於難的 都是躲在這個明隧道裡面 所以 為什麼 我們國家的國民 還要忍受 這樣的一個帶動的政府 忽略 對這樣的一個地區 早就應該做好的基礎建設 大家很難想像 這不是交通問題 交通平權 人民無價 為什麼要讓我們人民 在暴險當中 而且這一次也包括 國外的觀光客也不惜的罹難 還有各縣市的好朋友來到花蓮 都碰到台九縣的崩山 台八縣的崩山 我們看一看 這段影片 到底 為什麼 我們的國家還可以容忍 這樣的生活環境在台灣 我們來看一下 從德 從德 台九縣的崩山 是這麼可怕 這裡面有多少 人在第一時間就被 就被活滿 要開始倒車逃命 梳花公路 我趕快先坐啊這個 聽見警報聲響 駕駛油門催下去 躲進隧道逃命 差點GG 直播差點沒命 因為下一秒眼前景象 讓車上的人不敢置信 不是吧 不慘了 我拿九點了 前方角落全坍塌 隨後滿天淹成席捲而來 行車激動器全被土石覆蓋 身手不見無指的恐怖景象 有如世界末日般 乍世前後遭到山東 因為我們的家人每天 回家跟出門都要走這樣的路 我們的同理心 江心比心在哪裡 江心比心在哪裡 可以 可以了 我要關掉 關掉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為什麼台灣還有這樣的人民 在這種環境當中來生活 我們大家的同理心 在哪裡 台八線還能走嗎 新的路廊早就應該要做了 讓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在台灣 成為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所以我這裡先表達 請部長 請部長 北希請教一下 2020年 3月4號就在這個委員會 我們通過 通過了 國道六號的 這個探勘啟動 2020年 3月4號就通過了 主決議在委員會 林佳龍部長 敬表尊重 也支持 在本委員會通過以後 現在 路廊探勘到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 我 各位報告 目前是去年年底完成委託 115 那我是覺得在這一次 我的確看到整個台 委託金額是多少錢 2千 1千多少 2千萬左右 1千8百萬 1千8百萬 1千8百萬路廊就可以探勘完成嗎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路廊探勘 地址研究 現在是115年底 2026年年底 好 北極再次強調 2020年年初通過的決議 要到2026年年底 才能夠完成 地址的研究 還要再來可行性 再加個五年八年 那個都已經不曉得 改朝換代多少次了 我想交通部就是用這樣的心態 在命令這樣的事情 我們希望啊 部長 這是留給兒孫走的路啊 套一句韓院長 跟陳建仁院長說 完工的時候 我們不見 我們已經不在位子上 但是給帶帶兒孫 一條安全的路來走 我想這樣的心情 韓院長的心情 陳建仁院長也表示支持 我們希望交通部所屬單位 能夠盡快完成這個事情 這不只是安全的問題 更是人道的問題 所以不要想說 再來完成什麼地址調查報告 可行性研究 陳文燦副院長在跟我討論這個事情 他說你看我們現在環島高鐵 我們不是不做啊 我們要做啊 台北延伸到宜蘭要做啊 高雄延伸到屏東要做啊 行政院要做啊 我說什麼時候輪到行政院來做 你用BOT的案子就可以了嘛 台灣高鐵就是BOT啊 你為什麼政府又突然跳進來自己要來做 他平行這樣 BOT同十個十個工作面開始進行 十個路段不同發包 立刻立刻就可以完成嘛 政府沒有能力做 委託民間做 政府不願意出 不願意出資本預算來做 委託民間來做 這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希望啊 這是不要再空耗下去 而且國道六號打通的事情 在條例寫得很清楚 促進民間參與 不但是不管是國內的BOT還是國際的BOT 人家來做地質的研究調查 入廊的三竿可惜研究 都不會比我們的政府 要快十倍 所以啊 我們還是誠意的來面對這個問題 部長 好 我想 蘇阿安 這次有提示看到台九線跟台八線的脆弱 我想蘇阿安一二一 我們現在環品設定就送進去 就是一二一把它完成了 那這個 國道六號的冬年 事實上上次委員談到BOT 我也跟局長談過了 那另外就是說縮短 事實上 陸廊他剛剛跟地質調查 是不是跟後面的可行性兩個時間把它縮短 我剛剛也跟局長講 有些地方是因為有些項目是 的確在可行性研究是可以做的 我這部分會跟局長來討論 的確我覺得在這一次 整個這個台八的脆弱 的確讓這個延伸案 本身是更更是 有它的必要性 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但是剛才談到 就是這些行政的程序 因為行政的程序有的在報 這個處理的過程中 所以部長 政府的行政效率 二零二零年三月四號 通過二零二六年年底才會完成 前後竟然要花六年九個月的時間 一個路線地質調查要六年九個月 我覺得 部長啊 交給民間來做 效率絕對比政府好 我想 不要用所謂的行政程序來卡關 書法案到現在2016年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到現在2024年 書法案的環評還被推薦 還要求補薦 八年了 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路況 我們大家拿出良心來 面對我們我們的國人 我跟委員再說明一個 重覽是BUT的案子 你的相關的資料也要給投資廠商 包括剛才所談到的這些地詞的一些相關資料 他們被通過 並不是說 朝天朝一彎都突然跳BUT去 因為他對他也不了解 我想這部分我們都現在 國外的這種案件很多 你看一下台灣高鐵 當時怎麼新建 決標以後開始規劃 開始處理 85年到87年 88年 什麼時候動工 什麼時候決標 你回去看一下這些資料 我們再次的要表達 再次要表達 政府的心態是什麼 有沒有好好用 良性來看待人民 好不好 過去大家在這裡相處 我們也很懷念你 但是希望 在520之前 這些事情我們盡快來進行 好不好 我們加速 我們可以操作用來跟我們來的 這個問題就有這樣的